磷在自然界以磷酸盐的形式存在于矿石中,动物的骨骼、牙齿、脑髓、神经组织里都含有磷,植物的果实和幼牙里也含有磷。 磷对于维持生物体正常的生理机能有重要的作用。 单质磷有几种同素异形体,白磷和红磷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种。 白磷的化学性质很活泼,亦被空气中的氧气氧化。 当缓慢氧化到表面积聚的热量使温度达到摄氏40度时,白磷会自然。 为了安全起见,常把少量白磷注于水中。 白磷有剧毒。 将红磷加热到摄氏416度时升华,它的蒸汽冷却以后变成白磷。 将少量的白磷和红磷隔开放在铁片上,在红磷的下面加热,白磷先着火燃烧。 红磷不易被空气中的氧气氧化。 加热到摄氏240度以上才能着火。 红磷和白磷燃烧以后,都生成无氧化二磷,形成白烟。 在军事上,用白磷来制造烟幕弹和燃烧弹。 红磷主要用于制造安全火柴。 先把焦溶于水,然后加上绿酸钾和易燃物如硫等,混合成糊状。 将药料粘在火柴头上,制成火柴。 将红磷三流花二T,玻璃粉胶适量混合成糊状,涂于纸片上,制成涂面。 火柴和涂面在太阳下晒干以后,制成成品。 当火柴头和火柴盒侧面摩擦时,因摩擦而产生的热,使跟绿酸钾接触的红磷发火,引起火柴头上的易燃物燃烧,使火柴杆着火。 无氧化二菱有很强的吸水性,常做干倒剂。 无氧化二菱溶于水,随温度不同,可以生成偏磷酸或磷酸。 工业上是用硫酸跟磷矿石起反应来制取磷酸的。 磷酸是无色透明的晶体。 通常用的磷酸是一种无色粘稠状的浓溶液,能与水以任何笔混合。 磷酸是一种中等强度的三元酸,能形成三种类型的盐。 所有的磷酸二菱盐都易溶于水。 磷酸青盐,磷酸盐中除甲钠氨盐外,几乎都不溶于水。 植物只能直接吸收利用可溶性磷酸盐。 化学工业上制造磷肥的目的就是加工磷矿石,使它转化为较易溶于水或弱酸的磷酸盐,使植物易于吸收。 土钙和种钙最好跟农家肥混合后使用,减少磷肥跟土壤的直接接触。 利用农家肥里的酸性物质,减弱磷肥变为不溶性磷酸盐的倾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